用軍力來威脅其他的國家 這個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 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的這個基本精神 也是相互違背的 有關於今天早上的演習 總統這邊也已經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至於說會不會造成後續的這些經濟社會相關的影響 我們的行政部門也會做好必須的這些因應 在雙十節的時候 總統他發表了一篇國慶演說 也釋出非常多的這個三一 也受到國際媒體 以及國際社會高度的這個肯定 那但是中國無視於我們所釋放出的這個肯定 仍然對我們台灣施加各種壓力 尤其是軍事威脅的這種壓力 那我想這個事情也會讓國際社會看在眼裡 對於中國的這種做法 我相信國際社會是不能溝通的